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诗,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朗读的文章是 活在当下,允许一切发生 作者,锦山岳,让我们一起来听 旧日子渐渐远去 新一年忽然而知 站在时间的交接口 想必大家都有不少感慨 过去几年,多少次被过去折磨得寝食难安 又有多少次,又被将来吓得过度不前 到头来才发现 一味为过去和将来烦恼 根本毫无意义 因为人活一世 不确定是常态 无常才是正常 我们唯一能把握的 只有此时而已 所以,新的一年最好的活法 就是快乐一秒 算一秒 自在一天 算一天 既往不练 未来不忧 活在当下 在过去的这一年 你有没有这种时刻 深夜忽然醒来 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就是忍不住在脑海里 反复重温过去的不幸 小时候 父母的苛责 读书时 同学的排挤 工作后 与领导的纠葛 一股脑袋袭来 像汹涌的洪水 瞬间把人 卷入窒息的境地 他凭什么那么对我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 要是再勇敢一点 就好了 当初不那么做 结果会不会更好 屋子想了半天 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紧随其后的 却是难以消解的 烦闷和不可躲避的痛苦 你恨不能 就着伤害过你的人 一遍遍理论 恨不能抓住 失去的机会重新来过 恨不能把那些弯路走直 恨不能弥补所有的遗憾 可人怎么能回到过去呢 想来想去 除了平添苦闷 那还有半点好处呢 同过去对抗 就是在与自己较劲 逼自己去改变 不可逆转的事 心灵导师艾克哈特 脱利提出过一个 痛苦之深的概念 意思是 我们感受到的所有痛苦 根源都在自己的想法 事情已成定据 一切早已过去 是你不愿放过自己 看过一个小故事 却朝创始人 亨利·内斯特莱 某天经过一片农田 看见一个农夫 正在耕种 因为刚刚遭遇了洪水灾海 这里的庄稼 全部被毁 田地里的一片荒芜 亨利上前问道 庄稼都死了 还耕田干什么呢 农夫说 就算不劳作 也弥补不了损失 再难过 也不能让庄稼 起死回生 是啊 改变不了事实 一味地放不下 想不开 就只能令自己难受 有句话很扎心 回忆是很重的惩罚 惩罚那些 不愿往前走的人 一个紧紧拥抱着过去的人 是永远也走不到未来的 丢掉心中复来 才能大步走进新田地 学会允许接纳 才能放下释怀改变 二 只看向未来 就是在预知烦恼 富爸爸穷爸爸一书中 写过一群小鸡 当农场上 其他动物悠闲地吃喝 小鸡们却围着骨堆 不停地喊 天要塌了 天要塌了 结果天没塌 小鸡们却在 启人忧天的惶恐中 差点被自己吓死 一到年初 我们也像小鸡一样 容易患上焦虑综合症 我们忍不住规划生活 习惯性的制定计划 可以想到未来 比如 2024年 要怎么过 便顿时 坐立难安 这份工作 能不能长久 行业 会不会有什么变动 孩子将来 会有出息吗 父母的身体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自己现在 还能赚点钱 但老了 会不会无所依靠 事情没搞定时 操心着结果 搞定了 继续为下一件事忧心 回看过去这些年 我们是不是 一直困在这种循环中 可咱们担心的是 又有几件 真正的发生了 到最后 不过是徒劳一场 白白焦虑 李雪芹 曾在一档综艺上 坦言 她是一个 非常容易焦虑的人 有工作的时候 为工作焦虑 没工作的时候 为失业而焦虑 除了工作 她还有年龄焦虑 身材焦虑 写稿焦虑 总之 她会为一切 没有到来的事情 感到不安 而这种不安 说到底 也没起到什么作用 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让人无法集中注意力 拿不出具体的行动 当人不自觉地往坏出响 就会被负面情绪包围 即便是还有希望 脑子里的一团乱麻 也会让人变得灰心丧气 咨询师李宋卫说 生活难是正常的 未来的不受控 也是正常的 如果只盯着明天看 就是在提前透支 自己的时间 与精力 生活面前 我们都是薛定恶的猫 无论你怎么想 都消除不了 命运里的不确定性 该遇到什么冥冥之中 早有定数 我们不需 做过于悲观的语期 关于工作 做好分内知识 扎实提升自己就好 关于生活 守好一家老小 保证日常开销就行 关于自己 稳住身心状态 也就没什么大问题 修炼内心的松弛 打消没必要的顾虑 人才能养精蓄锐 应对未来 三 活在当下 此刻才具有力量 晚年时的王阳明 和弟子们去爬山 山壁陡峭 路途艰难 只把一个个后省 累得不行 他们中有人半途而废 有人抱怨连连 有人痛苦得 一寸一寸的诺 相比之下 老胳膊老土的王阳明 却是气定神闲 剑步如飞 很快就到了山顶 众人向他请教 登山秘诀 老先生念着胡子 笑一笑说 山高万人 只登一步 见大火不解 他解释道 登山时 你看着远方的山头 陡峭的山路 你的心思 在远处 在踏方 但我不这样 我的心 就在此时此刻 就在当下的每一步 就在当下的每一步 把脚下的这一步走好 人自然而然 能到达山顶 能到达山顶 这便是活在当下的智慧 有句话说 有句话说得好 鸡来吃饭 圈来眠 只此修行 悬更悬 饿了就吃 困了就睡 无聊了就出去玩玩 累了就回家歇歇 才是一个人 最好的修行 人生只有一天 就是今天 更准确地说 人生就是一秒 是你正在感受的 每一个当下 只有专注于此 我们才算 真正地把握住了时间 凡灯老师在讲书时 谈起过自己的一个小习惯 他每天早上洗漱时 都会盯着镜子旁边 贴着的此刻而自端详 一来反思昨天 有没有心无旁骛的工作 一来警告自己 今天不要胡思乱想 我们也不妨将这个字 贴在书案桌头 刻在脑海心中 让自己找到心理学上 所说的临界状态 营造并感受心流时刻 你可以复盘 上年的工作 从细节上逐步改进 而不是继续纠结 你可以规划业余时间 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 而不是反复焦虑 你也可以每天 拿出一点时间 跑一次步 读一本书 冥想一次 跑步时 感受每一次发力 感受风从耳边穿过 看书时 一字一句地看 跟进作者的思路 冥想时 放空一切 把精力聚焦在 一呼一息之上 别再被过去纠缠 也别被未来恐吓 让自己活得专注且具体 要做什么 就只管做 活在今天 就只享受今天 当心思和行动 都落在此刻 你会发现 自己所有的焦虑 担心 迷茫 都一扫而空 那些本以为糟糕的 过不去的 一切都在慢慢地 变得好起来 有一个禅宗小故事 读来颇有意趣 有个男人去庙里 找高僧开解 一进门 便大谈自己的口脑 生意不好做 孩子不听话 身体每况愈下 不等他说完 高僧打断他说 你今天吃早饭了吗 男人先是一愣 随口说 吃了吃了 便又开始抱怨 高僧又打断他说 吃完饭刷碗了吗 男人又是一愣 说刷了刷了 最后不耐烦地问 您到底能不能 为我解惑 高僧却反问他 你吃饭刷碗的时候 有没有感到痛苦 男人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恍然大悟 当我做事的时候 心中的苦闷就不见了 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都走过了一段 很坎坷的路 不管是疫情的反复 生活的动荡 还是生离死别的骤降 都在大家的心里 留下了 或深或浅的伤痕 而失败过 绝望过的我们 也变得愈发小心 失望为将来的生活 谋求一份万全之策 只是过去已经过去 未来尚未到来 你往后看的每一眼 为明天忧虑的每一秒 都在拖垮你的当下 亲爱的朋友们 新的一年来到了 我们不要再为 打饭的牛奶哭泣 别为尚未到来的 大雨焦虑 顺其自然地过 满满当当地活 就是最好的活法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2024年 每一天都活得热气腾腾 每一秒都过得宠实安定 毕竟快乐一天都是赚的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 感谢您的耐心